最新動態了 現在北台灣隨著這個暴風圈 逐漸靠近現在北台灣的雨勢 其實更明顯了 那麼這颱風對我們的影響 到底會持續多久 威脅有多大 趕緊把時間交給代理綱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其實在北部的朋友 就會感覺到間歇性的震風 間歇性的震雨 正在逐漸的增大當中 因為最主要颱風的中心 已經通過了鼻頭角 正在往我們的東北方的海面前進 而我們整個台灣附近的 環境上的風場 吹著西北風進來 西北風也就從淡水河口 灌進了台北市區了 所以從現在一直到傍晚的5點鐘 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正風的部分都會比較偏雲明顯 我們來看一個即時的影像 這個即時影像是小油坑這邊的攝影機 所拍攝出來的即時影像 你可以注意到 在山上面起著霧 風的部分非常大 這個是建築林 有沒有看到 建築林都被風吹得搖搖的 因為現在目前在山區的正風 是有達到了8級左右的正風 所以風的部分大 雨的部分也是這樣子間歇性的下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雨的部分 在這個柏油路上面 快速的一直掃過去 這代表說 間歇性的颱風雨的狀況 現在正在這小油坑地區發展當中 但我們來說到這部分 那就來看看資料了 目前我們從氣象觀測站上面 有看到的資料 以彭嘉宇的資料 現在風力的部分 是有達到7級的正風 但最大正風的部分 在彭嘉宇已經有到達11級的正風 那藍雨的正風 現在還有在11級 而到了安部側站 目前的觀測資料是到10級 基隆在9級的正風 再來桃園新屋 吾漆海邊 還有台南市區都有在7級 還有台北市 也是在7級的正風 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風力的部分 在整個西半部沿海 都已經達到了7級的正風 要提醒你特別的注意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看雨量的部分 從雨的部分上面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江雨的形態來說 在現在的近一個小時 最多的雨量 在大屯山 大屯山側站這邊 側到的雨量 是一個小時之內 下到了48毫米的雨量 山區雨量大 北投的西邊 包括了金山的溪水 都已經有暴漲的狀況 提醒你陽明山地區 現在正在下著磅礡大雨 再來石定的山區的部分 宜蘭北宜公路 這裡也下大雨 竹子湖再下大雨 陽明山竹子湖 你看看竹子湖的 胡田國小跟竹子湖側站 還有翡翠水庫的上游 現在目前都是瞬間的雨量偏大 那說到瞬間雨量大 我們來看一個日累積的雨量 日累積雨量當中 目前最為明顯的地方 就在瓶瓶了 瓶瓶的山區的部分的雨量 現在是到達了161毫米 比太平山觀測站側到的雨量 還要再多了 太平山雨量已經停下來 現在是北部的山區雨量大 翡翠水庫也到了153 再來就是大屯山 現在到了144 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山區的雨量非常的磅礡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了 因為注意在於說 颱風的中心位置了 目前我們從這一張雷達定格上面 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心位置 已經到達了東北角的海面上了 現在這個時候開始 正要逐漸的遠離我們台灣 而且它移動的速度還滿快的 前幾個小時在這段路徑當中 可是達到了 每小時有28公里的速度前進 這個導引流還真的滿明顯的 非常快的速度在通過 未來的速度 它會將從28 逐漸的再降到17 所以在未來的路徑當中 它的速度來說 有可能會放慢 不過剛剛至少在觀測上面來說 還在28公里的速度走 外圍的雲帶來注意 有沒有看到從這邊可以注意到的是 雲層進來了 為什麼要比這邊 因為這裡是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這邊的風場 開始吹著西北風 西北風灌進了台北盆地 所以在台北市區來說 整個大台北地區 有比較強的陣風 就是從淡水河口進來的 另外桃園這邊 也有水汽帶進來 但是我們把這個圖 把它給縮小一點點 我們來看整個雷達的定格上面 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目前我們來盯的 就是山區的部分 陽明山區雨量大 再來翡翠水庫的上游這邊雨量大 還有桃園新竹山區雨量多 苗栗這邊有紅的對流帶正在進來 再往南看可以看到 南投的山區這邊 一條紅的對流帶狀 一直到阿里山地區都有開始出現 最主要就是因為風場吹著偏著 西北風水汽從海面上拉了進來 山區的雨量的部分增加了 不過雖然山區的雨量增加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整個雲系的發展 跟颱風的移動的方向 在昨天的時候 我一直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這個颱風的中心位置 它如果說過了這條 這條是東京122度 這條是東京122 過了東京122度的話 強風區就會在海面上通過 結果在今天的午夜凌晨的時候 颱風的移動方向就在台東的外海 逐漸的往東偏了 這麼一偏到了宜蘭附近之後 又開始往北的方向逐漸的移動 所以它的中心就距離我們台灣的陸地 大概有50到60公里 剛好十級風的暴風半徑 全都在海面上通過 而現在這個時候 當颱風逐漸的離開我們的時候 我們來看整個雲層的發展 先注意到結構體來說 這因為有受到我們中央山脈的一些影響 可是因為十級風的強風區 全部都在海面上通過 所以它的結構體 基本上來說 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 雲層的發展來說 現在北面向前有雲層 南面有一些雲層 但這個雲層會隨著環流場 逐漸的再往北走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今天晚上 這颱風逐漸的往北移動之後 我們的強降雨的狀況 也就會隨著到了傍晚以後 開始逐漸的減少了 從衛星上面可以看到 像目前的時候 雷達上面可以看到的是 外海的對流雲層 不斷的進入是北台灣的山區 所以北部的地區 跟包含了大台北盆地 在現在到5點鐘 這兩個小時的時候 的降雨狀況來說 感覺起來會比較明顯 風力的陣風的部分 從剛剛觀測資料上面看到 也是比較偏大的 雨量圖上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在北台灣增加了 苗栗的山區有增加 南投的山區有增加 接著等一下就會是 阿里山地區也要增加 所以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或居住在山區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特別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禮拜天 有些縣市在放颱風架的朋友 你不要跑出去玩 另外你如果是住在西邊的朋友 千萬提醒你別靠近 因為最主要山區下著大雨 這溪水是非常容易暴漲的 從衛星上面可以看到 雲層的發展 跟著颱風的結構提走 目前颱風的中心位置 已經到達了台北的 東北方的海面上 未來會加速的 往北的方向再移動 到了今天晚上 我們用時間點來切割告訴大家 3點鐘的時候的颱風中心 已經接近捧家雨 到了3點鐘的時候 到了今天的晚上8點鐘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已經過了釣魚台了 所以到了晚上的8點以後開始 我們的風雨的狀況 都已經逐漸的要停下來了 到了午夜以後 颱風的中心已經到達了 接近浙江的東方的海面的時候 陸上的颱風警報 渴望在午夜之前就全面的解除 未來當他過了浙江再往北走 你有沒有看到暴風圈縮小了 強度的部分減弱了 因為在比較高緯度地區的海溫 還有包含整個風場 都不適合他的發展 不利於他未來的走向 從路徑顯示圖上也可以注意到 我們觀察的時間點就在於 現在2點到3點的時候 還在我們台灣的東北方海面 晚上的8點鐘的時候 就已經台灣地區都要開始 逐漸的脫離暴風半徑的範圍 到了凌晨2點鐘的時候 颱風已經逐漸遠離了 我們的天氣也會隨著 颱風將雲帶逐漸的往北帶離之下 天氣開始要逐漸的好轉 明天的時候 當颱風的中心位置 到達了上海這附近之後 我們台灣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白天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晴朗區塊 這裡是太平洋高壓所在的位置 而整個風場 吹著還是有點偏西南風上來 海面上的水氣會帶進來一些 也就是說 在中南部地區來說的話 明天就會有一點點的 午後正雨的狀況出現 在北部地區 反而是天氣要轉勤 所以明天的整體天氣形態來說 開始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 穩定的夏季晴天氣 可是現在這時候還是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以目前的資料看來 在現在這個時候 北部地區最重要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在於說風雨的感受上 在現在到傍晚5點鐘的時候明顯 第二個要注意的 是山區的部分的雨量的部分 會比較大一些 尤其是台北的山區 新北的山區 像平林山區 再來就是桃園 新竹的山區 苗栗山區跟南投的山區要注意 第三個要注意的 就是在於海邊的陣風 在今天入夜之前的時候 整個西部沿海的陣風 大概都可以在7級 甚至到8級的陣風 颱風要遠離了 天氣狀況來說是不穩定的 提醒你 沒事 待在家裡面 而且別注意就在於 明天的天氣要好轉 可是今天入夜之前的時候 北台灣的朋友還是要